因為我們這次的主題是這個生態池 所以構圖上面我把他的房子縮比較小 然後拉高很多 讓你的整個池的部分大概佔了三分之了 因為我們的主角是在生態池的部分 所以我是這樣佈局 那下禮拜我們畫的是台北賓館 那我們的主角是台北賓館 可是問題來了 前面的噴水是幾乎佔了一半左右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主角 所以大家不要又畫錯主角 重點是後面這個台北賓館 所以你這個大概要往下拉到三分之一 但是這個突出來的可以拉高沒關係 但是這條視頻線的位置可能要拉到三分之一左右 然後整個賓館再往下拉到中間來 然後天空大概留個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這是在構圖上面 這張要大家練習 第一個當然是建築物 第二個標準是練習說 如果有一天我想要畫的主角是在背景 不是在前面的時候你要怎麼做 當然我們前面 可是他又很前面 可是我們又讓他不是那麼的齊嚴 不是說不齊嚴 不是說不是那麼的重點去處理他的方式 所以這張其實練習是這樣 那我們這張練習是在練習這一段而已 主要是這一段 這樣OK嗎 好 然後其實我有用了一點 其實我有用留白膠 就是說你用留白膠之前 你要記得要先用肥皂 把它均勻的抹上在筆毛裡面 因為我是用毛筆做的 那當然你可以用很多的替代品 那因為他這個面積比較小 有些小地方 但是我就是用我已經不用的毛筆來處理它 把它弄濕之後 然後把整個毛筆 要全部覆蓋那個肥皂液 就抹到裡面去 然後再去沾 沾那個 留白膠 留白膠用之前要搖晃均勻 搖晃均勻 但是 其實不用再加水了 因為其實這個上去已經有水水的了 你就上去直接化就好 那除非你今天是用那個 你今天不是用沾水的 這個是用什麼 牙線棒啊 或者是說用竹籤 或者是用那個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稀釋一下 那如果你是用毛筆 就不用再稀釋 因為它已經很水了 你不要再稀釋了 會更水 好不好 就是大概原則是這樣而已 那比較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不規則 所以我就用毛筆來畫 一些比較小細節的部分 尤其是這裡 我覺得我可能會 到時候畫過去 不太留得下來 所以我就稍微點點 做了一些 比較隨意的東西 這樣子 這樣OK齁 來 這是劉白膠 沒有劉白膠 沒有劉白膠 那就用指甲摳 也可以 用指甲來畫 是畫好以後再畫嗎 蛤 畫好再挖還是先挖 你說什麼 有挖 指甲挖 但畫完再挖 你沒有畫挖 還要挖什麼 我以為把紙挖壞 他就挖了 不是啦 不能把紙挖壞掉 刮的意思嘛 老師的意思 對對對 是刮啦 不是把紙挖壞掉 那個凹陷下去會更深喔 對 好來 我們先上一點水 開始錄了嗎 欸 有嗎 有 來 我們刷一點清水 中間這一段 刷一點清水 這邊也刷一點清水 一點點 很多吧 好 很多 因為我覺得我也是下水 所以下太水 對 下多一點不要怕 下好離手 嗯 倒下來 再把它倒回來 好就是 天空倒影的部分 倒下來的部分 好這邊 好 帶一點綠 帶一點青綠色 我分開 分開做齁 好 讓它留下來 讓它留下來 這邊可能還不夠齁 我們再刷一點點 好 群青 讓它倒回來一點 讓它倒回來一點 就倒回來 往下倒 做出這樣子的效果跟感覺 好現在上面的這裡 來 來 檸檬黃 往檸檬黃來 加一點點 剛才的 藍色進來 看起來不夠齁 再加 然後這個筆桶樹 輕輕的畫一下就好 留一點白沒關係齁 這邊 樹叢的部分 我加一點點 我加一點點 姜若瑟進來 讓它灰一點點 跑到後面去 加一點姜若瑟 再加一點點 隔層 有加 這有加到那個 那個姜若瑟 我加了一點點姜若瑟 這邊留下來 加多一點 這邊這樣子 整個深的地方 好 因為現在這個顏色 我稍微 清一下 因為這個有加到姜若瑟 這樣彩度會 會降低 又會不夠鮮豔 那我這邊 因為讓它鮮豔一點點 所以我把它先清一下 不然 等一下它顏色會濁掉 所以你們一旦 加了姜若瑟的顏色 我建議就是 放在一個格子裡面 不然的話 你調到到最後會 整張花會 會灰的 這邊 比較不重要 我們先把它做掉 黑澤色進來 黑澤色進來 這一袋 不是我們的焦點 所以我大概 所有的顏色 隨意混一下 就好 重點在中間的 這個地帶 來 後面的樹 剛才的這個顏色 加進來 有姜若瑟的顏色 進來 調到這個來 讓它灰灰的 我要畫 因為要畫後面 這顆 藍色 混進來 薰衣草色 這邊 然後這裡的顏色 也是灰灰的 再一點紅色進來 帶藍 讓它推到後面去 然後靠近這邊 稍微深一點 一樣灰灰的 雖然顏色用得很深 可是因為我們有加了一點點 這些顏色 讓它灰灰的 這邊 稍微 小心一點 做一些亮的出來 光影 到前面之後 彩度變高 彩度變高 OK 好 這個時候 為了要讓速度快一點 我可能先把它吹乾 我們很快就完成了 還有一點點濕濕的 對 其實還好啦 其實 一點濕濕的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這樣 畫會比較順一點 這個就算了 就沒辦法了 不理它 好 繼續來 後面 我從後面的地方開始 從這邊 黃紙的部分 差不多 也不到完全乾 我剛才灰的地方 加進來 這是有薑露色的顏色 我繼續加 讓它的顏色 稍微有一點點灰灼灼灼的狀況 然後 紅紙色略微多一點 加一點灰灰灰 進來 讓它再灰一點點 這邊 哎呦喂 我的媽 聽一下 今天有很多意外小朋友 對對對 好啦 反正都是意外 比桶樹 讓它流起來 老師 比桶樹為什麼不要留白膠 欸 對啊 留白膠有可能會有太硬 其實也可以留啦 只是說 你如果要留白膠 我建議先抵塞完之後再蓋 就是不要低 低層就蓋 就蓋 因為第一層蓋的話會開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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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第二層蓋再蓋也OK 好那這邊其實 我有用了那個 一點點留白膠 所以其實 畫過去其實也都沒有問題 這裡 因為這邊就是要完全要是白的 所以就留下來 約到下面這邊 然後這個有一個 類似像燈箱的地方 我們留下來 然後人 白色的留下來 頭畫過去沒關係 像這個人的話 褲子是深的 所以我們就留下 衣服就好了 其他的都畫過去 帽子啊 帽子 衣服 然後這裡的一條路留下來 這個慢慢的暈過來 背景的部分 背景的部分 好 這是房子的部分 好 這是房子的部分 然後靠上面的地方 再深一點 留下來 好 光影的地方 巧合 巧合 欸這個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民宿 這是一個同學去玩的時候 拍的圖片 提供給我們做 然後這邊比較深 慢慢越來越淡 好 布局上是 我是這樣安排 好 然後後面的 這邊 齁 再多畫一層 畫淡一點 好 塑幹 暈掉 暈掉一些 背景的部分 然後加一點點藍 因為這裡面都是 有加到那個 降落色的 灰色調子 不錯 背景的部分 好 紅褶色 來一些 讓它顏色 不至於整個都 太灰 這邊 暈掉一些 這是背景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邊 一樣 稍微略做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往這邊 慢慢的 開始做下來 好 後面齁 一條一條的 亮岸面亮岸面一條一條的 筆稍微倒下來一點點 然後往旁邊拖 留下一條路面 你這要留一條路面下來 看起來的細緻度 會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旁邊的地方 我們開始隨意一點點 處理它 好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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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 好這裡 倒影 倒影 倒影讓它重一點 倒影讓它重一點 這是這一根的倒影 我這裡其實有用了留白膠 好 有 我有用 就一條而已 這裡有一根 就一根啦 是亮的啦 好 倒影 稀釋一點齁 我不要畫得太濃 好 好 倒回來 倒影的部分 加 折射進來 加一點折射進來 好 這邊齁 勾 轉圈圈 這個用意是在留下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浮瓶 不是浮瓶吧 浮瓶哪有那麼大 還是是荷花 反正就是水草類的 轉圈圈 轉圈圈 記得畫平一點 高度不要太高 因為高度太高會變起來 會翻起來 當然也有一些是翻起來的啦 都可以 但是 盡量不要 旁邊虛掉 旁邊這邊 這一半邊虛掉 好 再來 速 過來 來 這樣往下畫 下面這邊可能會太 畫會太硬齁 就把它噴水 下面讓它暈下來 然後上面銳利一點點 下面暈下來 就遮住上面噴下面就好了 等下下面這邊我們要找幾個地方再畫神一點 這邊好 剛才乾的真好 剛好留下一個在 暗面裡面的那個 好 這個都是註定好的 如果沒有乾反而畫起來不是這樣 太好了 沒有這是自我安慰 我們也要學你那樣 對 假裝掉屁 對啊 對 我們有假裝是真的掉屁 我沒有假裝 假裝 假裝 高手都是假裝 這邊淡一點 然後 有一些水草的倒影倒下來 這邊 這邊 這個地帶 孤蘭 拉上來 用另外一支清乾淨的筆,把它往上拉 讓它暈上來 然後這邊下來 藍色的下來 我現在畫的地方等於是樹葉的背景 背景的部分 上面加一點清水 暈上來 這邊齁,我用柳白膠 柳白膠的部分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旁邊 拉過來 這根草 這堆草 畫上來 剛才的顏色拉上來 我上面已經有白色的了 所以等下我把它撕開之後 它就會變成是我的亮面 這個角落齁 約為在一點點齁 我可能沒有畫得像照片那麼深 因為這個是比較背後一點點 好,水的部分齁 後面 松石 松石籃 水喔齁,這是水喔齁 水的地方 水的地方 好,帶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派尼灰進來齁 靠近上面的地方 流下來 約過你的水槽 好 這樣子 處理它 好,這邊 好 再加一點派尼灰 好,輕輕的齁 往下刷 好 好,越到這邊齁 顏色開始越來越重 好,把這個河道齁 輕輕的做下來 好,來 這邊加 好,越到下面齁 越加越重齁 大身 影子的部分 好,這個地帶齁 再加 靠近這個邊緣的地方 加重一下齁 接下來就是這個縫隙齁 再多加一點層次出來 好,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把它再做細膩一點點 它看起來就會比較豐富了齁 好,這邊有一個人 我沒有去做它了齁 然後有一些草 長出來 好,我們有畫亮的嘛齁 所以我要畫一些暗的 好,光影的部分 增加 好,水紋的部分齁 好,水紋的部分齁 再用一點點 群青稀釋 有些水紋齁 再多加一點點 好,有一點點水紋 水波紋的出現 好,那這個有些很細緻的地方 我就不多畫齁 可以,你們如果有時間 可以慢慢再處理它 像這個旁邊有些是比較 亮的地方 好,然後 剛才說 可以掛的地方齁 例如說像這個 好,它就會有那個 它就會有那個 亮面 就會 炒的地方 就會跑出來齁 好,就是 等沒有反光的時候 刮 好,快沒有反光的時候 再來刮齁 它就很好刮 這個有沒有 剛才講那個 就是這些地方齁 我有些可以用刮的 像這邊它沒有完全乾 好,那有些可以用洗的 我用一下小點筆來洗一下齁 例如說 像這個地方 把它洗起來 它就會是亮的了 就是那個 裡面有小小暈光的地方 我可以這樣洗一些出來 有沒有 它就會開始 還有一些 就是 在這裡面小的 劍砸著那個 光的小光的地方 它就會細膩的一些 光源跑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 剛才有鋪過一個底色在下面 所以它其實洗起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顏色在下面 一些小光源 一些小光源啊 你可以這樣做 當然你也可以用不透明的去補 也是可以的 但是效果來講的話 你可以互相交錯的去運用 不一定要用 同一種技巧 從頭一直畫到尾 這樣來處理它 那整個布局 這樣一直下來的話 它就會比較有層次感 好,我們繼續修齁 把一些東西再修完整一點 比如說 後面的房子 好,陰暗面 好,陰暗面 可以再多花一些 可以再多花一些 這樣子做 然後人 這個人 你說這個人怎麼樣 圓釘 喔圓釘 可是它看起來比較像在拍照耶 圓釘 還有一個背包 這個人往前走 就是細節的地方 可以再多畫個幾層 然後 靠近下面這邊 稍微深一點 再多點一下 這邊 這邊就是這樣子 稍微處理一下 細節度就會慢慢的加高 我們剛剛講這裡 靠近這邊 幾個荷葉的縫隙的地方 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剛才洗了 有一點不見了 再來 好,邊緣 我們就先不理它 主要是以中間 這個地帶為主 好,那現在這樣差不多 嗯,我們就先 再把它 摧乾 然後摧乾之後 我就把它 撕掉 先坐車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效果跟感覺 那個房子的到 那個房子的形狀 已經完全 欸,就是不用太清楚 沒關係 因為它其實 露蠻遠的 邊緣 這邊喔,可以再處理一次 就是 房子 對 我說這個 喔,你說這裡是不是 小房子 也要處理啊 像這邊是欄杆 如果你畫得比較細一點點 就是 這邊是欄杆 這是一個欄杆 裡面這邊還有一層 就是你如果要細做的話 就是 再慢慢的把它做出來 一直 遠近的感覺 那我先摧乾一下 我再來 趕快把它撥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感覺 好,再補一些生的就好了 因為 這裡 例如說這裡 這一條 我用很深的顏色 來 上面有一些 東西 幾隻 有一隻 有一隻主要的 是很亮的 對不對 它就會跑出來 然後其他的慢慢刮 剛才就 不知道為什麼 很吃力啊 好 再把它拉過來 再把它拉過來 加強一下 好,這邊 好,輕輕的 中間再畫幾個顏色 這裡沒有搓乾淨 好,再補一些 亮的顏色 老師,你剛剛 油白膠 處理 這樣搓一搓就好 對啊 那我就 沒用過 沒有用過 是不是 因為 因為這個如果 靠油白膠 留 速度會比較快 你如果在那邊 要扔過去 就是 功利大考驗 我們就 先跳過這個 功利大考驗 好不好 好 這幾個地方 稍微再做深一點 把層次 加 加 加深 因為這是那個 焦點 中間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 刻意的 再把它多加一點點 然後這個 縫隙的地方也是一樣 可以再慢慢加一些出來 這一條 有一條亮的 留下來 再補 再多做一點 好,那接下來 我會用 薑肉色來 補一些 亮的葉子 當然你如果有辦法 慢慢 畫慢慢留 我是覺得應該會好很多 不要用這個 薑肉色來處理它 薑肉色就是有點白的意思 對 可是因為它沒 它是 不透明的 但是 這樣子 速度比較快 但是 可以留 自然留下來 一定會比較好 好 亮點的地方 有些小小的地方 齁 再把它補一些起來 當然這個可以再 稍微再修一下 然後這個尾端 齁 例如說尾端的地方 可以再加一下 讓它出來 讓它的整個的 細緻度齁 再慢慢拉高 好 大致上 整個畫起來的感覺效果 齁 是這樣 就是這樣 例如說這個是 薰衣草色齁 可以點一些進來 好 增加它裡面的一個 色彩的豐富度 跟變化 好 大致上是這樣 齁 就先 畫到這邊 讓大家做個參考 比桶樹齁 比桶樹齁 例如說 你要再畫的話 你再把它 明暗 再稍微分一下 就好 例如說上面這個是 比較深的 你就把它填上去 再填上去 因為我剛才 留的還蠻亮的齁 重點就是說 讓它先留白下來 不要讓它消失掉 那接下來你要做的話 齁 再慢慢做 但是不要畫得太深就好了 這樣子處理 那後面的樹 你也可以再多畫個一兩層 齁 但是不要畫得太複雜就好了 例如說你不要點得很細 那點得很細 它可能就會 跑到前面來 那後面的東西就輕鬆做就好 重點是前面的這一篇 好 好